我们刚才通过单层的神经网络 也就是具有256个节点的神经网络 其实已经实现了有97%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准确率 这个准确率相对来说已经是非常高了 那我想同学们一定会想 能不能再多一点这个神经元或多加几层神经网络 它这个准确率会不会更高一点 下面我们就试一下 进行一个两层的神经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建模 这个是一个两层神经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在我们这里就准备前面第一个隐藏层256保持不变 后面我们再加一层放64个神经元 然后实现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的构建过程 首先我们这边定义了两个变量 一个是HEMN 那它是等于256HEMN 它是64 就是第一隐藏层和第二隐藏层的神经元的个数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隐藏层1 这个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定义过了 它的全值就是W1 然后是什么呢 是这个784 然后呢256 它的784就是因为它上一层总共是784个值要输进来 然后呢它自己是256个 所以中间的所有的这些全值 总共它的shape呢应该是784 然后呢这边256 总个数呢也是784乘以256个这个全值 我们在这里呢换了一个随机数的生成方法 用的是这个函数 这个呢是一个截断随机数的这个生成 它生成的呢也是符合正态分布的 但是呢我们这边呢设立一个标准差 如果它随机生成的这个数据啊 如果比这个标准差呀两倍还要大 实际上会被替换掉 重新再生成一个在这个范围里的 这样子呢会使得这个W这个值 相对来说它的差距不会特别大 实际上在多层神经网络里面 我们一般也建议就是说生成全值的时候 你不要用完全随机的 还是用截断的这一种方法 可能会来的更好一些 好然后呢它的B1这个偏字项 是跟第一层的这个隐含层的节点 各数是相关的 那在这里呢是256 好有了这个第一隐含层的这个参数 那实际上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呢 去设置第二隐含层相关的参数 也主要是指的是第一隐含层跟第二隐含层之间 它这些全值跟偏字项 它怎么样子去设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W2 W2呢主要关注它的血谱其实就可以了 因为呢这个W它所连接的两层 前一层总共是256个 后一层是64个 所以呢我们只需要把它的血谱这两个值设好 这边是H1NN这边是H2NN 而且呢对于B2来说实际上呢 它的血谱其实就是根据它后一层的神经元的个数啊 也就是H2NN这样设置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对于第二隐含层跟输出层之间 它这些全值该怎么设呢 这个道理其实和前面是一样的 关注于这个全值前面有多少个神经元节点 后面有多少个 那我们呢前面是H2NN 后面呢其实就是10个啊 对于我们这个问题是已经定好了的 好对于B3来说 那么它也是10 这样子我们就把3乘就W1W2W3 以及它相配套的这一个偏字项都已经定义好了 好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呢去定义这个计算结果了 对于Y1也就是隐藏层1 那么它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样本的输入的特征点的值 那也就是X啊 去乘上它的这个边的全值 也就是W1 然后呢加上B1 这个值结果以后 我们直接这边用了一个计划函数是Leroux 算出来的是玩1 而对于隐藏层2 那么我们知道它其实是要有前一层的结果 在层上它相应的这个全值 得到它的 那所以呢对于Y2的计算 实际上这个矩阵差层里面带了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就是Y1 第二个呢是W2 是它的这个边的全值 然后加上B2 而对于要输出的这一层 那么它整个的前向计算的结果 实际上也是由隐藏层2 所计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作为输入 乘以它们两之间边的这个全值 所以呢是Y2去乘上W3 加上B3 这个只是前向计算的结果 激活函数最后因为它是一个分类应用 所以是用SoftMax 然后呢这个PR一定呢 算出来的是我们预测的整个的结果 这样这个模型就已经构建好了 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主要就是在模型的构建上面 跟单层的神经网络有区别 下面我们就进入Jubit来运行一下 好 首先呢还是要载入数据 这个不管是单个神经员也好 单层也好 或者以后多层也好 这个代码都没有任何变化啊 很简单 读进来数据 然后给Minst 其实就行了 好 下面一步呢 就是我们定义标签数据 跟站位服数据啊 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 跟前面也是一样的 好 然后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构建两层 就是两个银行层的神经网络的关键点 首先我们设置了它的节点数量 在这里呢 是设入了它们几个层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W 就是这个全值参数 以及呢 它的偏值项 那么这个主要关注点呢 实际上是这里面的具体的 这个shape的这个参数 那这一块呢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我们这里呢 就不讲了 好 然后呢 再做计算结果 训练模型部分 其实都完全一样 就是跟前面所讲的 交叉商的定义 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用了Tencent Flow 所提供的 结合了Soft Max的 这样的一个交叉商 好 然后呢 设置训练参数 这个也和前面保持一致 另外呢 我们就是准备 开始选择优化器 定义准确率 好 开始训练模型 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的训练的这个 时间 以及呢 它的准确率的效果 到底怎么样 第一个出来的还不错 95.28% 这个好像运算起来 比刚才要略微慢一点点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它毕竟又多了一层 那么它的里面的参数的数量 那又多了很多 所以呢 它算起来嘛 慢一点是正常的啊 但是 就是Tencent Flow里面呢 它也会做一些优化处理 能并行的就会并行起来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 就是差距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们这个神经网络啊 其实还是非常小的一个网络 我们现在等最后的结果 其实我们感觉啊 到目前为止 它的这个准确率啊 实际上是在 徘徊的 就是一下97点几 一下96点几 然后呢 这个损失 大家看一下 其实也是一样啊 就是一下子高 一下子低 那么实际上呢 也就是说 它基本上在这个 超参数的设置里面呢 差不多就收敛成这个样子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评估的这个 这次评估的结果 其实只有96.62% 那么这个效果呢 其实还反而不如 单层的神经网络 在我做PPT的这一次运行里面呢 实际上 它的这个结果啊 是96.9% 同样其实也低于 就是前面我们运行的 97.几 所以呢 在这里 其实我们要知道 就多层的效果啊 它说不定 不一定比单层的神经网络效果好 当然了 这里是有它的原因的 原因呢 就是有多方面的 最主要其实就是 你这个超参数的设置 是不是很合理 因为毕竟 层数多了 它的这个全值 就是参数也会多 那么我们如果 超参数一点都不敢 训练还是这么多P 然后mini batch呢 也是这么多 学习率呢 也是相同的话 那未必多层的效果 会比单层的效果好 这个呢 所以就是说 还是要通过 我们不断的去调试 才能去得到 更好的一个结果